今天風景畫 它是一個瞬間的景色 我們看到所謂的瞬間景色 像是攝影這樣子的呈現 但是山水畫 我是覺得它是時間的藝術 比起來我是覺得它更像是 一個旅行者 他的旅行的過程之間 所看到的不同的景色 所看到的 它對我來說就是一個 想像一個 可能 身處的環境的樣子 它有河 然後有 植物 有草皮 然後跟一個房子這樣 那牆面對我來說是 在我作品中有滿常出現的 它對我來說是一種 可能是一種距離感也是一種安全感 說到人子不舒服 寂寮 都不可 礙 請 請 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